你知道小蚯蚓是怎么诞生的吗? 这些像小米粒一样的东西就是蚯蚓的卵 经过两到三个星期的孵化 粉红色的小蚯蚓就会从卵囊中钻出 随即立刻钻入地下 以免被其他捕食者发现 身为食物链的最底层 蚯蚓的天敌可为数不胜数 就连这只看似行动缓慢的蜗牛 吃起蚯蚓来也是快准狠 仅需短短几分钟 就能将整根蚯蚓吞噬殆尽 还有这种同样软弱的红水质 还在蚯蚓身上不断亲吻 这并不是在向蚯蚓施爱 而是在寻找蚯蚓的头尾 方便自己从一端将蚯蚓整根吞下 真是人生无常 大肠包小肠 无力反抗的蚯蚓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街景一直在后退 自己的崩溃在水质口中淋碎 你可能会以为 蚯蚓会像其他卵生生物一样缠卵 但事实远超你的想象 一切都要从一只单身蚯蚓说起 它们和人类一样也急着脱单 它们长到一岁左右 就迫不及待地踏上了寻找伴侣的旅程 因为此时它们的生殖带已经发育完成 强大的信念感促使它们交配繁殖 可你知道 没手没脚的蚯蚓是怎么在湿滑的土壤中前进的吗 原来它的身体表面拥有钢毛 可以牢牢抓住附近的土壤 给自己提供着力点 再通过肌肉收缩一点点前进 球外之路任重到远 蚯蚓会以一路上的细菌和真菌为实 这个粉红色的小痘痘就是它的嘴巴 不要盯着看太久哦 容易想歪 放大仔细看的话 可以发现蚯蚓的体表如同彩虹般绚烂 这正是它们的呼吸器官 上面布满了毛细血管 将溶解在体表粘液中的氧气吸收到体内 这也是它们可以长时间在地底生存的原因 蚯蚓是雌雄同体的动物 许多动物都有这种特征 比如阔鱼 黄鳝 海兔 甚至是少部分人类 这让它们交配成功的几率增加 更容易繁衍后代 一年中除了冬季以外 蚯蚓都可以繁殖 虽然是雌雄同体 但绝大多数的蚯蚓 都还是需要另一半的合作 只有极少数可以做到自交 历经千辛万线 蚯蚓终于找到了心仪的对象 它们会紧紧缠绕在一起 穿进彼此的生殖袋 看上去就像合体了一般 它们还会分泌出爱的粘液 使得交配的过程更加顺畅 一个小时后 双方都会喷射出精华液 注入对方的储精囊 一切结束后 为了不让对象捏花惹草 它们还会用钢毛划伤对方 宣示主权 各自离开后 蚯蚓的剪模会从头部脱落 一路收集留下的卵子和精子 最终从身上掉落 变成椭圆形的卵剪 小蚯蚓就在里面轻轻等待降生 大约两到三周以后 小蚯蚓就会破壳而出 起初它们的身体几次透明 后续会逐渐变红 最终长成一只成熟的蚯蚓 继续踏上它的寻爱之旅 蚯蚓俗称地龙 栖身与腐质质质较多的 表层土壤中 以各种腐败的有机物为食 它们的移动可以帮助输松土壤 提高土壤肥力 从而促进农作物生长 同时蚯蚓还是一味很好的中药材 具有亲热拼传 通络利尿等功效 但根据民间传说 千万不要对着蚯蚓尿尿哦 不然你的小蚯蚓会肿大起来哦 什么 你说还有这种好事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请点赞订阅支持一下 这里是奇闻间密关 带你看遍天下奇闻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